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尽管美国和英国联手对野门胡塞组织发动了多次的军事袭击 但经过红海航道的商船依旧受到胡塞武装分子的威胁 前天星期三胡塞组织再次对两艘美国货船发射了三枚导弹 不过美国白宫表示胡塞这一次的袭击并没有得逞 其中一枚导弹没有击中目标 而另外两枚则是被美国海军击落 有名胡塞组织频频对经过红海的商船发动袭击 让红海成了高风险航线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 过去两个月不少航运业者选择改道避开红海绕道而行 导致苏伊士运河的商船流量减少了至少四成 油槽船的流量也减少了近两成 而运送粮食和煤炭的船只数量也下降了6% 眼看红海局势持续紧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透露 经过中美双方商定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在今天 前往泰国曼谷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举行新一轮的会晤 讨论红海局势 美国和英国在过去两个星期 多次对也门境内的胡塞组织基地展开空袭 试图阻止胡塞武装分子干扰鸿海上船的航运 对此胡塞组织放话 准备跟英美斗到底不会退缩 另外大批胡塞组织的成员 昨天带着各式各样的作战武器 聚集在也门首都萨纳 抗议美国所主导的空袭行动 并声援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 抗议者举着印有标语 和胡塞组织领导人图像的拍子 高喊抗议口号 期间他们还用力踩踏摆在地上的 美国和以色列国旗 以宣泄他们对这两个国家的不满